好,那刚刚看到的是get的处理 那get通常只能传短短的参数 但是而且你又希望那些参数不是直接在 在那个网子上面被人家 就是如果get的话是会直接在网子上被看到 那如果是post的话呢,就不会 那这边要做post呢 就指一个程式 因为你至少要放一个HTML 你才有办法送出post的讯息 get的话我直接在网子上面打网子的内容就可以了 但是post没办法 post一定要用一个HTML网页 才有办法去输出post的讯息 所以我们这边就先来一个HTML网页 好,那我们新增一个 叫做 HTML网页 这边其实名字随便 但是编码的部分最好变成UTF8 因为我们这里会听它是UTF8 所以我们就让它储存一下 储存 这个我刻意放一个自己的文章 这样才不会太短了 不然你每次要打字很累了 所以 就是 就是 我们先把文章写好 把它贴进去 这样子就不用打字了 好,那这是网页的部分 那你可以用 用 浏览器看一下 你就看到 OK,这是网页 我们 我们 一个 可以送出post的讯息群的网页 好,那你要注意看的几点是 第一个 这个网页的 ID是signup 然后vessel是post action 所以它的action呢 是 LOGOS8080post OK 所以 当它这样子去做action的时候 它会送到这个网页里面 送到这个网页里面 那待会我们把post的层次拿出来 你就知道 两者之间的连结是什么 好,那所以请注意到 这里的vessel是用post 然后 vessel的既然可以用post 也代表说它也可以用gat 但是一旦用了gat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它所有的东西都会 塞在 网页上 而变得很残 待会可以把它改成gat 试试看 好,那 第二个我就 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 这一个 层次 处理HTDPpost的层次 给 剪下来 给 接上 好,这个是处理HTDPpost的层次 好,OK 那一样我们是用8080 8080 那这里呢 是用8080 如果我今天 这边 改了80 那这边 这个8080就被拿掉 一个预设就是80 好 好 那现在呢 OK 这个层次我们放进来 那我们就把它 刚刚的层次中断 改成gat HTDPpost 好,那这时候你看到我们的 这个server开始 弄起来 那 弄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 在这里 刚刚的这一个 网址 虽然它是在 新潮底下 其实没有关系的 那我就按送出 因为它送出的时候 我们指定送到 Localhost Post 所以 我送出之后 你会看到 OK 它的网址转到 Localhost 8080 Post 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那边的 Action 写这个东西的 一样 刚刚那边的Action 写Localhost 8080 Post 这一样 那 刚刚送出之后 你又会看到 user 等于什么 CGC 对 Post 等于1234567 当然 你不会希望你的Post 或这样被人家看到 所以当 帐号密码的时候 其实这个密码 通常 后续就不会再传 只有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会用HTTPS 这样子才有加密 用HTTPS 就 一加一全 那 帐号的话就比较没关系 密码就不行 好 那 之后呢 我们有传了几个栏位 标题 标题是 就是这一项 Input 这一项 那内容呢 内容就是这个 Test Area Name Text 就是这一段 那 各位 仔细看一下 这个程式的时候 我们先从网页开始看 这个网页你要注意到一点就是 FORM 是HTML用来让你输入表单的东西 那里面呢 Input 和Test Area 这种栏位 都是可以输入内容的部分 甚至有一些还可以选项啊 然后 打勾之类的 那我们这边没有处理 那 没有用这样的办法 如果我们希望做一个计时分就好 那 最后这些资讯呢 在你按送出这个按下去之后呢 它其实是会 调教这个动作 而且是用这种方法调教 OK 所以这是为什么它会送到 送到SERVER的这个层次的原因 因为我SERVER现在是在 127.0.0.1的 0.1的8080V 也就是这边指定 而且呢 它的入境 指定的是VOT 那 我们就 这里 建立SERVER之后跟刚刚的ET有点像 一樣,我取得PASS,取得LENV,取得入境和算數 接下來呢,我們做POST的時候回應 以這個例子而言,我是以文字的方式回應 其實你也可以用HTML的方式回應 奇怪,我這裡兩個都有回應 所以其實應該可以砍掉一個成分 因為這樣重複,有點重複 所以照理講,這裡應該拿掉這一行 這一行應該可以拿掉 不然的話會重複 重複它好像沒差完,但是比較不好 所以當我HOST的時候,它做什麼事情呢 它做REQR beta 就是說如果還有HOST訊息的話 我就一直收 一直收 收到沒有訊息的時候 就是REQR add 這裡就是沒有訊息 沒有訊息之後呢 我就回應 回應 網頁 我回應的形態是一個網頁 接下來呢,我取得POST 取得POST的訊息 就是存在剛剛這個 FOG beta裡面的POST訊息 而且呢 呼叫QUERY STREET 呼叫QUERY STREET 就是那個查詢自傳 的這個函式部分 把它做火稀了 火稀完之後呢,我把這個訊息 POST等於什麼 可以輸出 輸出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取得POST.user user就是 就是那個使用者帳號 而這user是從哪裡傳來的呢 要注意的一點是 這個user就是這裡的 name等user這個user 輸入欄位是user 他傳到POST的時候 就會前面放user等user 輸入欄位 這個字尾關鍵 同樣的POST.password 代表HDM裡面 其實有鏡頭password這個欄位 他才會這樣取 那接下來呢 POST.title POST.task 都是因為你有對應的欄位 這邊都有對應的欄位 title和test 所以這個name 在HTML裡面的name 是會透過POST或GET傳出去的 所以 這裡的name 名稱很重要 當你要跟server溝通的時候 重要的是這個name欄位 那我這裡通常還有寫一個ID欄位 這個ID欄位通常是 JavaSquid自己在去的時候所用的 那 有點重複了 但是 沒辦法 他就是這樣設計 當初他們設計的ID是給JavaSquid自己取的 name呢 是送出去給server都要取的 那往往我們兩個名稱通常會一樣 他一樣的話就寫兩遍 有點囉嗦 但是也可以就是說我在JavaSquid去取name名稱就好 但是好像不是很好 通常他會不會買你 好 OK 所以當我取得像這個title test 這時候還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取得的東西 其實它是編碼過的 我取得的東西它是編碼過的 所以呢 那如果我沒有把它解碼的話 你會看到一堆亂 我可以試著直接不要解碼試試看 我們不要解碼 可能會有點奇怪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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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時候我們再重新執行一遍 好 欸 等一下 他還是有經過的嗎 我承認 看起來有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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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沒有用解碼 完全上面解了 這一點我就 目前看不出來位置 是因為我的層次沒有更新嗎 等一下 這個 這個不用解碼它也可以 這裡 我有點覺得 唯一的地方 可能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沒弄清楚 照理講是要解碼 因為Decode URI 可能會把它解碼 解碼一下 有些 點碼問題 比較不會出現 解碼完之後 你把它印在畫面上 你會看到 User CCC 32 32 32 35 尤其這都是我們 透過這邊 OK 那你也不一定要把它放到 區域面書籃文 直接用Post點什麼 寫在這裡 可以 好 那這是 我們的Post的訊息 那你可以看到 Post的通常就可以查 而且這裡會很乾淨 網子也會很乾淨 我現在改一下 我用get 給各位看一下 我如果這邊 改用get 改用get 那重新做一次 現在我們這一個檔案應該是get 那我按送出 你就會發現 User Password Title Text 通通都變成行Define 但是呢 有沒有注意到 標頭這裡 標頭這裡 竟然把User Password Title 和Text 全部 通通通都變成一行 傳在這裡 那這裡後面就變得很不乾淨 都變得很不乾淨 而且呢 你用Post取得的時候呢 根本就取不到 因為你用get 你用get傳的話 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 後面的網址會很強 而且會被看到 連密碼都被看到 就是比較不好 當然 除了要處理密碼 不只 用Post 還要加 HTPS 這樣 才會比較 安全 那這邊 你可以 自己待會試試看 把Post 改成 get 可以讓 到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 結果 好 那我現在要看Post 又變成場景 那這裡你可以測試一下 對Post 它可以兩正 差異的理解 這就蠻重要的 對Post